今天我来给大家完整的分享一下 获取自己家宽带超级密码的方法 现在基本上每家每户都用上了宽带 但是很少人知道 其实每家的宽带 它都有一个超级密码 但是宽带师傅安装的时候 一般不会告诉你这个超级密码是什么 这个超级密码有什么作用 获取这个超级密码之后 我们不仅可以打开宽带的数字电视功能 还可以给自己的宽带 进行一些提速的一些操作 下面我就手把手 一步一步仔细的教大家获取 自己家宽带超级密码的方法 觉得有用的可以点击收藏 以便自己到回家操作的时候 可以回看这个视频 也可以分享给自己的亲朋好友 相信他们也会感谢你的 首先第一步 要让自己的电脑连接上自己家的宽带 像这种用笔记本电脑WiFi连接也可以 如果你家的是台式电脑的 用网线来连接 也可以 第一步我们同时按下键盘上的两个键 一个是这个带图标 Windows图标的这个按键 还有一个是字母R键 字母R键 这两个我们同时按下去 按住它上的点R键 这样在电脑的左下角 它会跳出一个运行的界面 我们需要在这个界面里面 打入三个字母 CMD CMD这三个字母 然后点一下确定 然后电脑就会跳出 CMD的运行框 我们在这里面要打入几个字母 打入TEL TEL NET 然后加一个空格 然后192.168.1.1 然后都输入好了之后 点一下回车键 点一下回车键 然后呢就跳转到了这个界面 这个界面我们需要输入 Telnet的这个登录的账户名和密码 这个账户名和密码呢 每个人都是一样的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大家截图一下 如果记不住的话 可以截图一下 在这个地方呢 就是第一行要输入这个 然后第二行要输入这个 这个呢 大家如果记不住 可以截图一些保存一下 好 现在我就来完整的输入一遍 第一行输入ADMRN 这个然后点一下回车键 然后第二行要输入一个password 就是刚才我展示的 S是小写的 这个不会反馈的 我们就直接输入S2 然后at 然后大写的W 然后小写的E 然后一个数字3 一个百分号 百分号 然后大写的D 然后小写的C 然后一个锦号 输入好之后 我们点一下回车 点入回车之后 如果第三行出现这个锦号了 代表输入的正确了 因为第二行的password 我们输入的时候呢 它不会给我们反馈 我们就直接保持自己输入正确 点回车 第三行出现这个锦号呢 表示我们输入正确了 然后只要到了这一步 第三行出现一个锦号 然后光标在这闪烁 代表我们输入正确了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要继续输入 输入什么呢 输入的很简单 一个小写C 然后一个D 然后加一个空格 一定要加一个空格 空格加了之后 然后一个斜杠号 斜杠 然后tmp三个字字母 tmp三个字母 输入之后 输入好了之后 然后继续点一下回车 然后呢 只要它跳出第四行一个锦号 代表我们这一步又输入正确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查询 我们家宽带的超级账户和超级密码了 这个地方呢 还要输入查询的一个口令 怎么输入呢 我来教大家一下 因为这个口令啊 它是字母和符号的一些组合 大家手打很容易打错 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在汽车导航之家公众号里面 直接输入 直接给它发送口令两个字 然后点一下发送 然后呢 它会自动回复 这个口令啊 然后我们把这个口令 把这两个口令啊 给直接像这样复制 直接复制啊 发到我们电脑上就可以了 这样呢 不会容易出错啊 现在呢 我把这个口令啊 给复制到这个电脑上了 这个呢 是查询啊 user就是超级用户的 这个这个口令 我们把它给复制一下啊 然后点下右键复制 然后复制到这个里面呢 直接粘贴一下 然后我们点一下回车 啊 好了 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个username啊 出来了啊 就是这个cmccadmin啊 这个就是超级账户名 然后我们再来查一下这个超级密码 超级密码 我们把这个给复制一下啊 同样的方法 我们复制一下啊 复制一下 依然是粘贴到这个地方 啊 啊 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个超级密码呢 就出来了啊 就是这个啊 password 这后面 cmccadmin啊 这个呢 每个人呢 可能都不一样啊 大家呢 用这个方法去自己去查一下 然后这个超级账户和密码 我们就都获得了啊 超级密码之后啊 我们在手机上啊 就可以对我们家的宽带啊 进行一个最高权限的一些设置啊 当然了 这个怎么进入这个宽带这个后台啊 大家可以参照我之前发的视频啊 好了 大家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在西瓜视频关注我 数码超人 谢谢大家